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BNT合作研发的辉瑞疫苗又有重大的进展 临床实验显示辉瑞疫苗对于12到15岁的青少年保护力达到百分之百 另外辉瑞要使用时必须要先加生理食盐水稀释 未来也可以不需要这道程序 辉瑞将推出可以直接注射的疫苗 同时也将开发冷冻干燥法保存的疫苗 如果可行的话 未来辉瑞疫苗只需要冷藏 不需要超低温冷冻 昏瑞和BNT发布消息说 他们找来2260名年龄介于12到15岁的青少年参与试验 注射疫苗的群组没有人染疫 疫苗的保护力达到百分之百 华裔中性少年是受试者之一 基于保密原则 少年不知道自己接种的是安慰剂还是新冠疫苗 现有的辉瑞疫苗是装在瓶内 要使用时先加生理食盐水稀释 再将注射针筒插入瓶内汲取固定的量 以后就不需这道程序 而且辉瑞还将开发冷冻干燥法保存的疫苗 如果可行 未来辉瑞疫苗只要冷藏 不需超低温冷冻 CNN记者独家获准进入辉瑞最大疫苗生产线 密西根州的厂区 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内生产20亿剂的疫苗 在全球共生产25亿剂 最先进的制程 最严格的瓶管 连干冰都自己生产 就是要确保最大化的制造产能 拯救全世界 刘勇伟编译